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废柴小伙意外获得超能力 不但可以吊挂墙头跳捷舞 还能肉躯立扛大卡车的 美国无厘头喜剧电影超级英雄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男主二旦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学生 身份很普通 但命运可不简单 打小就如摔神附体一般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这波今天学校组织春游活动 一大早光追公交车 二旦就追了八条街 好在司机眼神不错发现了他 上车后 同学们也是对他避之不及 生怕智障基因传染给自己 二旦则对此毫不在意 如同所有屌丝一样 二旦也有着自己的梦中情人 那就是斑花小美 不过人家早已名化有主 而且男友还是校园校罢 身份地位可都是他比拟不了的 很快一众学生便来到了终点站 这是一家生物基因研究所 听说研究的都是变态无种 来到室内 二旦看见小美独自一人在那赏鸟 便想要上前搭讪 没想到女神竟对自己笑了一下 这把二旦紧张的 说都不会话了 为了缓解尴尬 二旦赶忙说是来给鸟拍照的 不料相机快门一按 呼啦一声鸟自焚了 恰巧 研究所的博士刚讲解完 改基因动物最大缺点 就是害怕闪光灯 二旦脸都绿了 赶忙毁尸灭迹 不料正好一脚把鸟尸体 踢到了小爸头上 小爸能受这鸟气 你他喵的 伸手就要收拾二旦 好在研究所CEO大壮及时出现 这才阻止了悲剧发生 原来他是小爸的叔叔 不过看样子应该是病入膏肓 没说两句就开始口咳番茄酱 大壮走后 记仇的小爸依旧没有放过二旦 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刚好压在了奥利给上 这叫一个地道 二旦急忙起身 随手拿起货架上的喷壶清理起来 哪成想 里面就是研究所最新调制的 动物艾艾爽飞水 这是一种可以跨越种族禁忌的药水 刹那间 什么恶犬 兔子 平头哥 全都扑到了二旦身上 开始了活塞运动 正当二旦奋力反抗之际 一只改基因蜻蜓飞来 朝着他脖子就来了一口 吃痛的二旦一个闪躲 撞到了身旁架子 这下好了 整桶爽飞水都洒了下来 下一秒 场面一度辣眼无比 夜晚 爽飞的二旦回到叔叔家中 先前被蜻蜓咬过的伤口 已经化成笼包 二旦本人也是腿须无力 东倒西歪 叔叔以为是白天玩累了 亲戚拿来啤酒给他解伐 还没等喝上一口 二旦便晕睡过去 另一边 生物基因研究所 命被久矣的大壮打算利用公司最新产品 基因改造机为自己虚命 尽管助手一再强调 机器还未完善 不建议使用 可对于生命只剩一小时的大壮来说 这都不叫事 果不其然 途中发生了意外 改造机因高负荷运转 直接炸裂 看样子是失败了 研究所叛徒见状不再掩饰 嚣张的走到大壮身前嘲讽起来 没想到 大壮的手自动抓住了他 秒钟时间叛徒就被吸成肉干 反观大壮年轻不少 老花镜都不用带了 显然是因祸得福诞生了超能力 这可把助手吓得够呛 画面一转 足足昏睡五天的二蛋终于醒来 身体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蜻蜓叮咬的伤口已经愈合 手指也莫名长出许多道次 还拥有了强大的吸附能力 抓住任何东西都很难挣脱 结果一个用力过猛 直接撂倒了身后的笑霸 笑霸这叫一个气呀 抡起拳头就朝着二蛋打来 但他的动作在二蛋眼里 犹如慢放一般 二蛋全都轻松躲过 呵呵就这 旁边来看热闹的霍金 也被二蛋误伤推进了马蜂窝 教室内瞬间乱作一团 二蛋见识不妙 仓皇逃离现场 来到外面 他很好奇自己到底获得了 怎样的超能力 没想到竟能和蜘蛛侠一样轻松攀爬墙壁 一个没忍住还在墙上进武起来 正当窃喜之际 一辆失控卡车从街道冲出 迎面是一个正在过马路的老泰 二蛋当机立断 一个飞扑推开老泰 自己和卡车来了个亲密接触 您猜怎么着 人没事卡车报废了 路边行人也是看得一脸震惊 至于被救的老泰嘛 呃还是先跑回快吧 二蛋回家刚开房门 叔叔一个手抖 钉枪走火 没想到被二蛋徒手截住 哇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是吗 事已至此 二蛋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超能力的事 鬼精的同学小黑认为 这是个机会 他们可以组团成奸除恶 不但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还能俘获诸多美妞芳心 不过 二蛋可没有那么大报复 他只想做个普通人 回向今天所遭遇的一切 不禁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一天 小二蛋和父母刚从电影院出来 遭遇了一伙匪徒抢劫 从小就天赋异禀的二蛋 由梦上前与匪徒展开搏斗 不料场面过于混乱 二蛋直接一枪撂倒了父亲 随即又一枪放倒了母亲 匪徒现状吓得仓皇而逃 果真是效除强大 本来二蛋父母还有机会抢救一下 没成想 二蛋依旧没有放弃操作机会 至此二蛋成功把自己笑成了孤儿 所以在他心中英雄并没有什么好当的 现在他只想用一段美好的爱情 恰巧小美与家人发生了争吵 两人在外面互诉心声 正当氛围火热之际 笑霸不合时宜的开着跑车出现了 二蛋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作家 原来超能力还是比不上超能力呀 于是二蛋打算贷款买一辆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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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